一个人过了30岁 很总是焦虑易怒 一定要学会用大脑去控制情绪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就是我们自己的大脑 你的人生绝大多数的痛苦 都是你的情绪带给你的 而不是真正存在的 把这个视频看完 我让你学会用大脑来控制情绪 这个方法非常的神奇 听话造作 你会来感谢我的 那怎么控制呢 首先要记住一个时间点 6秒 我们大脑中负责理智的意识系统 要比负责情绪行动的潜意识系统 慢6秒钟左右 也就是说 当你触发情绪的第一时间 其实是由潜意识控制了你的行为 所以当负面情绪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先控制住 深呼吸6秒后再重新定 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说 那我咋知道我啥时候心烦 把脾气根本控制不住啊 所以你要记住两个字 觉察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用第三者的视角 来观察自己 然后问自己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难过不开心 发生什么了 用觉察来中断 你进入潜意识的过程 回到理智的状态 那如何培养觉察力呢 记住一个词哈 刻意练习 我一次给你四个练习方法 不怕你学不会 就怕你不肯学 我白费口舌 第一是多问自己开放式的问题 带着好奇心去了解自己的想法 情绪和行为 第二呢 练习正面冥想 你可以让你有意识去观察你的想法 而不做任何评判 可以有效的提高你的觉察力 不会做的 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第三是写情绪日记 把你脑子里的想法 统统的写在你的纸上 拉开你和想法之间的距离 能让你客观的看待你的想法和感受 最后呢 是可以用专业的认知行为疗法 比如说情绪ABC 能让你了解你的想法 情绪和行为 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帮你辨别坏的认知和想法 大家如果想学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说 我想学